發言人結婚 發言人昨晚大結局 台前幕後來個終極開庭 一起坐定定欣賞大結局 連總經理都來餐場 各個觀眾最期待的一幕 就是逃婚兩次的右家 終於可以和金師爺結婚 我終於等到你幫我戴了 周詩人嘴嘴的一幕終於呈現出來了 但太平了,太短了,真的不行 怎樣啊? 怎樣一碰,好像牙都撞不到 不夠 有美感,什麼牙都撞到 但一種欲感,又欲緊又不妨 我想多看這種嘴氣 一於來個發言人意 你看看,今天 金師爺已經… 錫完已經不敢來這裡了 走了,要回去跪玻璃了,是嗎? 他去外景而已 另一個焦點 當然落在飾演KT的陳少邦身上 他已經惡霸奸到出執 觀眾對他恨之入骨,完全搶氣 網民都很留意他的演技 很棒啊 走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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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傅,你好 你好 你雖然還有壞人 但大家看得到最美 謝謝 因為沒辦法 我那個… 我死都死都去臨尾那站 才死完 是 之前我們預告過你 反轉再反轉再反轉 沒錯 真的 我覺得很痛 大家看到我有多辛苦 我沒想到他是這樣死的 真的死得很可憐 比你更可憐 很可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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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兩次真的很可憐 其實市委的時候叫我們幫忙 不知道你 我有叫過你 你聽不懂 其實他也在這裡 你是在隊 對 但大家這麼注目 是否被人多打幾下都值得 值得 值得 家豪哥那麼疼我 給我這樣的角色 我便說 打到下一集都值得 嘩 怎麼可以打到下一集呢 請問 下一集原來發現我還沒死 出來繼續搞事 還會被人多搞事 對 發言人雖然圓結 不過原班人馬 即將開始另一個劇 剛才在最尾最尾已經說 逆天奇岸 是啊 美美 辛苦你了 不辛苦 多開心 又是我 多謝大家 我覺得很開心 這個團隊又可以再一起去 開逆天奇岸2 是 很開心 因為阿金剛才已經說了 他要過來 嚇穿彩蛋 不知道是不是 不過好像是